MING PAO TORONTO 歡迎回來開機店 每年都要來做這個iPhone的仙姑預測系列 看到我們今年的這個排場呢 跟這個擺設 就可以知道我們去年預測滿準的 所以呢 這個收客量啊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有沒有看到 所有的設備都升級了 其實現在呢 關於iPhone16的預測已經 跟爆料已經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我還是想知道 欸仙姑的 自己洞察市場的能力好不好 梳行夠不夠 所以來吧 來看看我們今年可以講究幾點 那當然第一個呢 就是發表會的邀請函 已經正式發出了 在台灣時間9月10號凌晨1點呢 開機店會同步直播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來收看喔 因為我們都爆幹一起直播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直播收看 從整個邀請函呢 它的主題定調為 It's Glow Time 所以你可以看到五彩繽紛很動態的蘋果logo 這個logo呢 會和它在WWDC先推出的一些 跟Apple Intelligent相關的Siri的色系 其實會是相同的 那也可以感受得到 它這個動畫的變化的這個效果呢 也跟我們現在呢 在用的Siri的那個動態效果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啊其實這個本身 發表會的表情函其實就預告說 這次的重點絕對會是AI啦 那在Apple Intelligent呢 其實6月的W.DC就有釋出很多內容 包括像是書寫工具 例如說它可以幫你改寫你的email 你的文章 可以改寫不同的態度語言 或是文法的基本上的校正錯誤等等 那像是影像魔障 你有一個魔障圈起來 你就可以呢畫出可能很漂亮的圖片 或者是深層不一樣的一些照片等等 那個人也蠻期待有一個叫Jemoji 就是用語言的方式呢 去拼見出自己的emoji 我覺得都很印象深刻 那這些新的AI功能都會隨著 新機搭載LS18一起推出 但是你手中呢 iPhone 15 Pro系列 也都可以下放有支援的喔 所以整體來講 iPhone 16 我最期待這些功能 其實就是AI功能 把它放在第一大項目 但是必須小提醒啊 其實現在AI功能很強嘛 搭錢真的不是一直狂發爆料嗎 其實那個邀請函也是AI生成的內容 然後據說30分鐘就完成了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辨別資訊的能力 第二點呢 是到底今年發表會會推出多少產品 目前以致看來可能會有四大項目 當然是iPhone 16系列 Apple Watch 也要準備更新喔 可能會來到Apple Watch X 還有Apple Watch Ultra第三代 還有每兩年更新一次的AirPods 4 可能會有兩個版本 跟一個耳罩式耳機 或許今年都可以期待會有更新 最後是iPad系列喔 iPad 11跟iPad mini 7 第三個就是每一年我都有這個蘋果好友呢 會秘密的給我一些信索 來看看今年是這兩張圖 第一張是一個大腦應該已經很好猜 所以我們聊過是AI很好懂 第二張圖是這個 金條 喔 所以我覺得可信度非常非常高 今年在Pro系列呢 應該會有一種金色 但是到底是哪一種金呢 是它傳的這種這麼金條的金嗎 土豪金 其實近期呢 最多的爆料討論大概會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我覺得真的蠻耐人雄味的 因為這個金色呢 其實看起來有點像是沙粒的那種土黃色 或者是深棕色 但是我自己預期啦 因為畢竟Pro系列它還是會有太金屬嘛 所以我預期就算它是這類的金色 其實你隨著光去照射呢 它應該還是會呈現不同的金屬光澤 那我個人也蠻多網友在推論的是說 最近Beats Studio Pro出了一個耳罩式耳機 還是跟非常知名的美國名媛金卡代山聯名 他就推出了一個Dune 就是沙丘色 就是沙丘電影的沙丘 這個色我可以喔 我覺得就蠻美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猜測一下 會覺得是沙漠金、沙丘金、沙蟲金 自己的金色 那我們回顧一下其實過去iPhone的金色 如果初代也沒記出來應該是iPhone 5S 那時候的金其實就蠻接近這個土豪 我自己很有印象也買過是 像是Ten或Tennis的玫瑰金 那個時候還有玻璃的一個背蓋 所以我覺得蠻可以去應證說 其實蘋果呢 是熱愛金色這個顏色 所以今年 呃 絕對 會有金色 大家期待一下 第四點 是會新增一個Capture Button 我們就姑且翻譯它叫捕捉按鈕 嗯...這個翻譯 應該還可以啦 或者是叫抓拍按鈕 會在哪邊呢 它會在你的電源鍵的下方 這邊還有非常長的一個位置嘛 在這邊呢其實它會做一個電容式的按鈕 什麼叫電容式按鈕呢 其實它去年呢新增叫Action Button 它是實體按鈕 它可以做不同的動作按鍵 例如說交出相機啊 各種新的快捷功能等等 那這個電容式按鈕呢 基本上它就是會讓你快速進入到相機 也就是說我們拿手機在拍照的時候 不是很喜歡橫著擺嗎 咦?你的手指頭剛好就會在這個位置 那可以接近很像 我們在使用相機做快門的一個按鍵 那所謂電容式呢 就是它可能會有感測的一些功能 例如說你壓重一點 或壓輕一點 它可以去模擬 像我們快門對焦的那個回饋的感受 或者是說你上滑或下滑 它可能可以去進行zoom in或zoom out的動作 這顆按鈕我個人覺得蠻期待 然後我覺得可信度也非常高 因為很多手機開模的廠商其實都已經開好模了 而且呢這個是四款機型都會新增的 那個人蠻期待是說它未來可能還會先新增一些功能 例如說我上下滑動啊 有些安卓廠商呢 可能會把它做成像是單手觸控 我可以下滑把上面的選單叫下來 或者是我在滑動網頁的時候 或許我也可以有一些新的快捷功能 說不定 嗯 期待一下 第五點要聊聊處理器 這台處理器蠻值得期待 不管是數字系列或是pro系列 它都會用上像是同一級距的A18處理器 只是分為A18跟A18 Pro 那與其就是在大小核心的差異 因為在上一代15的時候呢 數字系列是用A16 但是Pro系列是用A17 Pro 變成是兩個不同世代的晶片 當時蘋果沒有跟大家說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就變成了你用A16處理器 你就沒辦法使用Apple Intelligence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點你當初沒有交代清楚 那當時在購機的時候 大家還是買了iPhone 15 可是新的AI功能就不能使用 所以我覺得會有蠻大的差異 所以在16代的時候呢 不用太擔心 就等於四種機型都是A18的處理器 那記憶體呢應該也會來到8GB的記憶體 去讓它運行Apple Intelligence 所以購買16系列新機 都是可以使用到蘋果最新AI的 第六點我覺得蠻重要的 在整個16系列呢 會有新的石墨漆的散熱系統 在Pro的系列呢 它會有新的不鏽鋼的金屬電池的外殼 去減少它的過熱 那石墨漆其實現在已經蠻普遍用在很多手機大廠 去增加它的導熱或散熱性 所以啊總體來講 可以預期16系列的散熱可能會比較好 它可能會直接放上更大的石墨片 因為15Pro系列我們試試過很燙 剛開賣的時候 還沒有做軟體更新的時候 真的存在過一段時間的過熱問題 所以希望這點可以解決 第七點 怎麼辦也是我個人很期待的 剛剛有提到說 它可能會用不鏽鋼金屬外殼的電池 那也讓這個電池的外殼更堅硬 所以它的電池密度呢 可能會進一步增加 所以增加之後對來的好處就是 你的容量會變大嘛 那我們有一個表格 是目前大家預估 因為Apple從來沒有公佈 他們官方正式的電量數據 不過預期可能會有最多6%的增加 但是在Plus部分竟然減少了9% 這個預測表格我覺得就給大家參考參考 講白了 我覺得增加6%的一個容量 基本上我覺得體感不會影響到太多 最主要的還是希望可以增加 電池整體的一個壽命跟續航力 但是我個人真的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期待 就是這次的16 Pro系列 會支援40W的有線快充 和20W的MagSafe充電 但很可惜的是 數據系列是沒有支援的 目前呢最快的快充 還要搭配特規規格 大概來到就27W左右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來到40W的話 會是非常有感的快充公佈 但是呢都還是要買特規的線跟頭 大家懂意思了吧 第八點我們會回歸到iPhone 16 在相機算是改回以前的直式相機 它最主要是要讓你拍攝Vision Pro的3D影片 所以它在相機的構造上需要做這樣的設計 但是個人以外觀審美來看 我是比較喜歡的 因為過去從11代的時候 開始出現了正方形 方形的一個相機模組 當時有被人家棄稱是三眼怪 其實我個人目前還是覺得有一點 那我覺得也有點像是Sony的Xperia 5 Mine 5 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這個改動很棒 但是我就是少了一台Vision Pro 喔是重點 第九點 iPhone 16 Pro的系列呢 會有什麼樣的改動呢 這次在超廣角的相機 會升級到4800萬畫素 所以表示你會有主鏡頭跟超廣角 兩顆都是4800萬畫素 這個東西呢 剛剛是直向排列嘛 它其實也是為了Vision Pro去做設計的 也就是說你兩個4800萬畫素 其實你可以生成 在Vision Pro的版本呢 過去只能拍1080p的一個3D影片 現在可以來到4K的影片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蠻大的進化 但是重點是什麼 就是少了一台Vision Pro 不過在實際應用功能方面呢 包括感光元件會用上Sony iOS 903的感光元件 然後在Pro的系列呢 你就可能會具備5倍的長焦 上一代是Pro Max才有嘛 那這一代的Pro Max 當然就會繼續更進化 有人說是6倍 有人說是10倍 會往長焦倍率繼續進化 我覺得這點是蠻值得可以期待的 那你覺得是幾倍 我覺得應該是6倍 因為蘋果說 我們今年要被明年8倍 10倍 還是要慢慢來 而且你看 只是改得超廣角 其實長焦也可以做高畫素啊 最後第10點呢 還是綜合整理一下周邊配件 首先是Watch的部分啊 因為這次會是第10代 所以他們可能會以10去做命名 那很多人預期是大改款 可是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其實手錶在怎麼更新 我覺得蠻難有很大的突破的 除非是它今年有一些Apple Watch AI的功能 所以預期來講 你可能會有更大的螢幕 然後更輕薄的機身 然後可能會有像是血壓啊 或是睡眠呼吸暫停 更精細的一些健康檢測 那在Ultra第三代 我個人也覺得是小改款 那接下來是耳機的部分 因為耳機這個產品線 每兩年可能會更新一次 這是蠻特別的 在基本款的數字系列呢 可能會有兩種版本 或許會取名叫做Light或Slim 就是讓它是比較入門款 那在比較高階款的話 可能就是AirPods 4 它可能會多了一些 例如說AI的降噪功能 或是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功能 會做兩款的區分 在價位帶上會做一個比較明顯的分隔 那至於耳罩式耳機呢 我自己只有一個私心的建議 希望它那個奶罩收納 可以做更新 可以吧 可以做一個收納包吧 最後是iPad 11跟iPad mini 7 這個我也覺得蠻不明朗的 但是有蠻多消息存出 iPad mini的庫存已經接近於0了 所以蠻高機率可能要來推出新品 所以大家有觀察到一個市場趨勢 所以還是幫大家總整理一下 在iPhone 16數字系列和Pro系列 16系列的整體外觀呢 其實尺寸並沒有做一個改變的 例如說像是會新增捕捉按鈕啊 18處理器啊 記憶體性到8GB等等 都是今年可以期待的一些規格 那在16Pro的部分呢 剛剛沒有特別提到 但是預期可能在整個大小上 又會再變大了 可能會來到6.3吋到6.9吋 你們是可以接受的嗎 大手機可以 我個人其實還是喜歡6.1吋 就是這個尺寸 不要再長大的又大又重 但是就是預期它可能會再變大 變大帶來就是電池容量可能會提升一點點 或者是塞入像是快充 有線快充無線充電等等的一些功能 還有更大的石墨片也是蠻值得期待 所以各位我們最期待什麼 還有今年的仙姑十大預測 到底最後會check幾項呢 我們就9月10號見正當吧 掰掰 直播要來看喔 不然我會跑到你的夢裡面喔 嚇死 這底肌胎